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方面昨天整体来说表现也是非常强劲 上证指数3102点 涨幅1.1% 深圳10800点左右 涨幅1.2% 那么在美国方面 由于美国和伊朗问题的担忧 使得全球市场投资者对于美股在昨天信心不足 整体上来说是下跌了大约是0.3%左右 那么在欧美方面 欧洲方面整体来说表现比较平均 大约上下都在0.5%左右 那么除了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依然是在过去三个月的新高 或者是较高附近 大约是1570点附近 那么油价也是连续出现了上涨 最近的美国油价格已经达到了62.70美元 对比一个月前的价格累计上涨超过了17%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是 从圣诞节到现在一直在烧的澳洲森林大火 这个森林大火会不会对澳洲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在过去的几周时间里面 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澳洲媒体呢 几乎头版头条都在报道有关澳洲森林大火的事 这个森林大火呢 从原本的昆士兰烧到了悉尼的新南沃尔市 又从新南沃尔市呢 现在蔓延到了维多利亚以及南澳地区 应该说 现在的澳洲大火这次的规模远超过去五年 包括像巴西的亚马逊 以及美国的这个加州森林火载 现在澳洲大火的规模可以说是全球最大 那么从这次大火中呢 毫无疑问 对于澳洲的经济影响也是巨大的 根据现在的国际第三方的经济机构预测呢 此次大火将会对2020年澳洲的经济影响 使得其GDP增长幅度将会缩水0.3% 主要受到影响的产业呢 具体是在旅游业 农业 以及呢 这个保险行业 那么从旅游来说呢 其实我们并 大家可能知道这个火灾了 自然游客会减少 但其实啊 旅游业不仅仅是游客这么一个单一的问题 它包括了上游的产列 比如说像飞机 运输 航空等等 以及下游的产业 就比如说是酒店 餐馆 咖啡厅 像这个整一个旅游产业都会因为火灾而受到影响 那么除了旅游业之外的话呢 农业受到火灾的影响也会非常之大 这个农业不仅仅是我们所熟知的小麦和大麦 或者是谷物出口 还包括了其他 比如说水果 蔬菜等等 甚至于在过去一两年中非常火热的这个澳洲的奶粉谷 它的奶源也将会受到此次火灾的很大影响 我们知道 连草都烧没了 你说牛吃什么呢 当然了 如果来澳洲时间比较久的朋友还记得 大约在五六年前 当时是昆士兰昆州布里斯班发了大水 那么导致昆州大部分的香蕉园被冲毁 当时在墨尔本悉尼地区超市的香蕉价格达到惊人的每公斤20澳元 当时有个笑话说到 当时在路上走 你判断他是不是富二代 不用看他开车 只要看他手里拿着两公斤香蕉 那肯定就是个富二代 所以说上一次的洪水是冲走了香蕉园 那么这一次火灾也导致了很多的蔬菜园受到损失 所以说以后我们生活在或者说未来几个月内 我们将会看到的水果蔬菜的价格 某些水果蔬菜价格将会出现较大涨幅 当然了 也不我们说到呢 以上说到的都是火灾造成的损失 以及火灾带给我们的伤害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说因祸得福的是呢 火灾烧毁了很多的设施 那势必这些设施就要重建 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 那这个原本呢 是准备勒紧裤带 保持财政盈余这个政策的目前的联邦政府 将会呢 广开粮仓 救济百姓 换句话说呢 也会加大对于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这些投入毫无疑问将会呢 增加就业 同时呢 能够促进经济的正面增长 所以说 大火是无情的 但是呢 火灾之后的重建工作 将会对于澳洲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帮助 我们也衷心祝福受灾的这个地区的群众和朋友们呢 能够早日度过最近几天困难的日子 那么再说第二个话题呢 就是有关澳大利亚2020年股市的问题 我们知道在2019年呢 澳洲股市是累积上涨30% 或者是30%左右 上而下我不太确定 主要原因就是从6月份到11月份的三次降息 推动了澳洲股市强劲的反弹 那我在6月份第一次降息就跟大家明确说到 降息它是一个连贯的动作 降息就意味着什么 第一 房价的上涨 第二 股市的上涨 第二句话 只要降息的政策不停止 那么股市的上涨和房价的上涨也不会停止 所以 虽然今天是我们2020年第一期节目 我还没有办法准确的 或者说是有很大把握的说这个2020年股市的走势 但是从目前的大趋势来看 在今年澳大利亚的货币政策和澳大利亚的财政政策 都将会保持宽松的走势 那么我们知道呢 宽松就意味着这个钱比较多 市场上的钱一旦多了以后 自然就会造成两个局面 一 澳元的价值会降低 但同时以澳元来计价的商品 比如说房地产 比如说股票 其价值的数目 数额却会增长 换句话说 降息在今年依然会延续 可能降一次 可能降两次 还有很多人或者很多机构在预测 如果一两次降息之后 依然经济没有出现明显好转 澳大利亚央行也会考虑动用量化宽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印钱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那么一旦这个印钱最终都开始了 这将会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以及对澳元的下压走势造成进一步的刺激 所以 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 但是一 中美的缓和 二 澳大利亚的宽松政策 特别是钱方面的宽松 将会使2020年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 都将会继续保持着2019年下半年的强劲走势 毕竟我们知道一旦刺激开始 轻易它是不会撤的 直到经济彻底好转为止 要不然的话 你说 2019年下半年才刚开始刺激 到2020年上半年就停了 只有半年时间 停了 那怎么办呢 经济又不好了 难道再重新刺激 肯定不可能 所以经济从不好到好 这个周期的时间至少是在12个月 到18个月 也就是说 从去年19年的6月份开始 这个刺激政策的延续性 至少将会到20年的6月底 甚至到今年的年底 那么最后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2020年我们节目呢 在早上的节目 包括我们的视频 将会有所改革 我们也要感谢大家 从2014年到现在 对于我们节目五年来的支持 那我知道 虽然我一个人说的再好 或者说我这个观点再明确 始终是一个声音 你说再好吃的菜 他吃五年也会咽 所以我们在2019年呢 推出了第二个声音 也就是我们的分析师 90后分析师Jacky 来给大家做一些点评和分析 那么在2020年呢 我觉得两个男生的声音啊 还是有些枯燥 所以我们将会在每周五的节目中 包括早上的广播 以及视频里 推出女性的声音 来自我们团队女生分析师 将会给大家在每周五 带来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观点 以及来自不同年代的 对于时代和事物的看法 我相信呢 这个比我小十几岁的这些女生 对待事物的看法 包括对于某一些行业和板块的 关注度 是和我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我们欢迎来自更多的声音 也希望更多的声音 和更多的色彩 能给我们观众带来更多的感受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在2020年 这今天第一期的节目 再次祝愿大家新年元旦快乐 那么呢 距离我们中国的春节 还有不到两周时间 也在这里呢 在1月我们同时也知道 也是中国的农历春节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1月份也提前 祝大家呢 是元旦加上中国的春节快乐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随时拨打我们电话 03-8658-0602 和8658-060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